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离苦 大家好 这里是禅宇 禅宇伴您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最近 有一位佛友写信给我 说他疑似被自己的外公给附身了 我大为好奇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该佛友的作品 在我们这个小县城里 很多人都信 这个世界上存在不干净的东西 而且也有不少的神婆给看运势 我妈就很信这些 家里遇上一些事情 总是想要去问问神婆 我一直和我妈唱反调 都是一些迷信的东西 还是得靠自己去处理 但是经过好几次意外的事情后 我也渐渐地相信 世上真的存在不干净的东西了 时间在19年的冬天 那天是正月初二 我们这里的习俗 大年初二回娘家 我记得那年冬天天气特别冷 那时候男孩子流行剪一种头发叫子弹头 过年前要理发 当时感觉那个发型特别帅 于是年前剪头发的时候 我把之前留的长发剪成了子弹头 剪完头发 看着真帅 可是突然剪成这么短的头发 一下子有点不适应 大年初一疯了一天 帽子也没戴 就感觉脑袋有点着凉 但是也没感觉别的不适 晚上睡得很晚 初二一大早 就被我妈硬生生地拖着起来 催我快点收拾 要去我外婆家了 我费劲地爬起来 穿好衣服 半眯着眼睛就出发了 外婆有两个女儿 我们到的时候 大姨他们一家已经都到了 大家互相拜年 大姨父给了我厚厚的红包 孩子们过年最开心的就是红包了 聊了一会儿 我突然感觉头昏眼花的眼皮也踪大家 想睡觉 没有等到吃午饭 就找了间卧室睡去了 浑浑沉沉地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感觉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耳边总有嗡嗡的声音 喉咙特别干 我想起来去倒杯水喝 可是身体都不听我使唤 并且感觉眼前有个东西一直打转 头也越来越疼 甚至感觉自己的身体也在原地地转 外婆家里人很多 大家也没有理会我 直到吃饭的时候发现我睡着了 我妈走进房间喊我 该吃饭了 看到我睡着了 又说 你看看你 昨天晚上睡那么迟 跟你说了睡觉就是不听 现在困了吧 快 起来先吃饭了 我能听到我妈的声音 但是就是张不开嘴 身体也动不了 我妈看到我没有反应 伸手推了推我 这一推 我发现我可以动了 用力地睁开眼睛 跟她说 我难受得不行 头晕脑胀 我不吃饭了 说完 就又睡了 我妈摸了摸我的额头 哎呀 怎么这么烫 说话间 大姨也走了过来 也是摸了摸我的额头 对我妈说 带去诊所打一针吧 烧得厉害呢 听完这句话 我就啥也不知道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 终于有点意识了 我听见了好多人在说话 我努力地睁开眼睛 发现我已经回到了我家里 家里坐的大姨 大姨父 我爸我妈 还有一个陌生的老婆婆 他们看到我醒来 我妈就叫了一声我的名字 我说 啊 我妈说 没事了没事了 好了 那个老婆婆看着我笑了笑 问我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才发现 我头部晕了 也不发烧了 老婆婆对我 和我妈 我爸说 那个 走了 你儿子没事了 我听得满脸疑惑 谁走了 我怎么了 这时候大姨过来问我 孩子 你记得刚才的事情吗 我说 我就记得大姨说 要带我去打针 后来就啥也不知道了 大姨说 可怜的孩子 没事了 我突然觉得肚子好饿 就对我妈说我饿了 我妈送走了老婆婆 还有大姨大姨父 说 这就给我做饭 顺手还把桌上的一碗小米拿走了 吃过饭后 我就疑惑地问我妈 说我怎么了 那个老婆婆是谁呀 我妈说 没事了 孩子 不要管这些 你就是发烧了 我当然不信了 大姨大姨父 还有老婆婆的话 我就觉得事情不简单 软磨硬泡了我妈好几天 终于跟我说了当时的情况 那天 我被去世的外公给上身了 我的外公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我现在对外公的记忆 已经有些模糊了 只记得小时候 每次去到外婆家 外公总是乐呵呵的 吃饭的时候 总是给我倒一杯啤酒 小小年纪的我 每天跟着外公喝啤酒 六大街 外公最疼我的 我一哭闹 总是能给我变出新奇的好玩意儿 当外公去世的噩耗传来 悲伤的气氛压抑着整个房间 我妈和大姨哭得不像样子 外婆也哭肿了眼睛 那些天 我妈一提到有关外婆的话 就忍不住掉眼泪了 我妈说她经常梦见外公 有时候外公穿得很干净 在坐着听戏 有的时候梦见外公在田里头干活 她也偶尔把一些吃的供在窗户上给外公 回到初二那天 按照神婆婆的话说 我刚从外婆家的大门 就被外公跟上了 只是还没有被控制 后来在大姨说要给我打针的时候 我就失去了意识 当时的情况 听着我好害怕 大姨说完带我去打针 没一会儿我竟然哭了起来 越哭还越厉害 嘴里还嚷嚷着 不知道什么话 我的哭声引来了大家 家人们都很纳闷 怎么还哭了 就是在他们纳闷的时候 我开口了 我竟然喊出了舅舅的大名 我妈一下子就火了 说这孩子是不是烧疯了 舅舅的名字是你叫的吗 我妈话音刚落 我竟然说 英子啊 那个不孝子在哪里 给我叫过来 我妈当时就愣了 不由说道 爸 脸上充满了不可思议的表情 大姨也是愣神了 怎么说话的口气和外公一模一样 这时候 一旁的外婆恍然大悟地说道 这孩子 被外公跟上了 外婆说完 全家人都愣神了 这种事都是听人说 没人见 突然间发生了 一下子缓不过劲来 妈妈听到后 又仔细地打量我 说我的坐姿 动作还有神态 和我外公一模一样 不行 把老人家请过来吧 我妈说道 老人家就是上头书的那位老婆婆 年纪有六十岁左右 个子不高 她就是神婆 用我们当地的土话叫顶神 请神仙附体 给来求指点的人看 包括财运 风水 婚姻等 因为我妈几乎每年都会去 所以和老婆婆很熟悉了 没一会儿功夫 把老婆婆请了过来 老婆婆看到我的样子 一下子就知道了 立声说道 你都去世了 就好好地走吧 还回来缠着孩子干嘛 我说道 我放心不下老太婆 就是指我外婆 我想叮嘱她几句 然后就对我外婆 说了一些嘱咐的话 老婆婆见说完了 就说道 叮嘱呀 也叮嘱完了 你就快些走吧 孩子小 经不住你这么霸占 外公好像意忧为尽 赖着不走 老婆婆说 那我就强制你走了 说着让我妈盛了一碗小米 拿布包了起来 然后在我身上 前前后后弄了三圈 打开包裹 慢慢地 一碗米 奇迹般地少了很多 然后老婆婆顺势把米 撒在了门外 然后说 好了 大家赶忙看向我 我又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没有醒来的迹象 老婆婆算了一下 说这孩子的魂被扣住了 先回到自己家去 她另有办法 然后就匆忙地收拾东西 准备回家 大姨大姨父 不放心地也一起来了 回到家 神婆婆点了一支烟 然后就抽了一口 竖着放在桌子上 后来就开始和我妈聊天 问我生辰八字 说着说着就打哈欠 而且越来越厉害 没一会儿 神婆就变了 声音竟然成了男人的感觉 之前是女人的声音 突然就变了 而且动作也不一样了 原来是仙家上身了 仙家看到了我的魂 困在了一个地方 然后给引了回来 说再睡一会儿就没事了 趁此机会 又看了看我家的风水 和供堂 我妈都一一记下 然后仙家就走了 我觉得自己 睡了很长时间 也没有做梦 也没有任何感觉 反正醒来 也不头昏了 也不发烧了 神婆走后 我妈给我做了 最爱吃的鸡蛋面 暖暖地吃了一碗 更好了 从那件事情后 我妈就给我钥匙上 带了一个小铜镜 一直带在身边 我也开始逐渐地相信 这个世界上 并非是我们看到的 和感觉到的那么简单 从佛友的故事中 可以看明白 灵魂是真实存在的 神 佛 仙家 也是真实存在的 当我们遇到 类似的情况时 不用太慌张 家里逝去的亲人 附在身上虽有影响 但他们也不会造成 太大的危害 如果有必要 就去找法师超度即可 古代人把世界万物 都分为两极 这就是阴阳学说 是我国古代哲学的 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我就来分享 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 对于人死后 进入地府实战的传说 第一站 土地庙 我国古代神话体系中 对于人类灵魂的描述 相当有意思 尤其是人死后 所经历的事情 更是详细 在这些神话故事传说中 人类死后 灵魂并不会直接 进入地府 首先会进入 本地的土地庙 这些土地庙 并非人类肉眼 能够看得到 但它的作用 就和古代的衙门一样 管理着一片区域的灵魂 他们都有本地的户籍册 记载着本地的山川河流 人口畜生 人缘多少等等 正所谓 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 一方土地 保一方人 一个灵魂的出生和死亡 都要经过当地的土地庙的 土地虽然神位低微 但却是家喻户晓的正神 人人不敢充创 更是天下各路堂口 和神界沟通的一个重要使者 上到表文传颂 下到拜金的焚化 都离不开土地公共的帮助 当有人阳寿已尽 阴兵会拿着勾魂牌 和批票压着亡魂到土地庙通关 土地公共要打开本地户籍册进行核实 此亡人细数本地人士 确实寿终正寝 又一何时 并无任何宗教信仰 便在批票上 盖上本地 土地大印 通行阴间 在土地公共神岸的两边 有两个通道关口 一个是直接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大路 一个是前往 因曹地府的黄泉路 一个关口光明万丈 一个关口漆黑无比 阴兵压着鬼魂 化作阴风 踏上了黄泉路 第二站 黄泉路 黄泉路上不好走 黄泉路上无老少 黄泉路向上看 看不到日月星辰 向下看 看不到土地尘埃 向前看 看不到阳关大道 向后看 看不到亲朋四林 死者的家属 给死者烧去了 纸牛 纸马 纸车 为什么不用这些工具上路呢 因为在神话体系中 这个时候亡人的灵魂 还不能叫做鬼呢 只有进了丰都城 才能叫做一个真正的鬼魂 第三站 望乡台 走出了黄泉路 便上了望乡台 一到望乡台 远望家乡回不来 高高一个石台 发出阵阵阴光 坐卧路转之势 尚可回头瞻望 书写三个赤红大字 望乡台 走到了望乡台 几乎就没有还魂的可能了 阴间的肉身 这个时候也差不多 都到了黄金 入柜庄炼的时候 这望乡台 是南无大慈大悲的 观世音菩萨 体恤众生不愿死亡 惦念家中 亲人的真情实义 发怨而成 让顽固的灵魂 站在望乡台上 最后地 看一眼自己的家乡 自己的亲人 站上了望乡台 就看到 阳市的家宅 看到亲朋好友 看到了自己 已经死去的肉身 躺在那里 没有经历过生死离别的人 是不明白这种 撕心裂肺的痛苦的 劝君多一些宽容心 善待家人 朋友 不要等到后悔莫及的那一天 一切都晚了 第四站 恶狗岭 下了望乡台 一路前行 忽听见一阵阵的狗吠声 那叫声越来越大 越来越听得 人毛骨悚然 在神话体系中 狗和鸡 是阳间和阴间 沟通的两个 很重要的媒介 狗可以看到阴间的灵魂 发出叫声 金鸡暴小 鬼魂就必须 避让阳光 以免魂飞魄散 同时 细心观察的朋友 可以看看 老牙狗 是永远不会 睡在热炕头上的 金鸡 也永远不会 趴着睡觉 万物生灵 都是有自己的规律 和法则的 只见一群群的恶狗 目光凶横 满嘴钢牙 皮毛钢丝一般坚硬 向各路灵魂 风咬过去 不撕扯掉脚腿 是不肯松口的 各路灵魂 使尽浑身解数 也难逃着 恶狗的铁嘴钢牙 有的被咬断了腿 有的被撕断了脚 有的成了毒臂 有的成了断手 殊不知 人从灵魂变成鬼魂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也要经过这三灾九难的 为人不容易 成鬼也不是这么轻而易举的 所以在传统习俗中 入柜庄炼时候 一般都会给尸身 手心赚的干粮和打狗棒 为的就是过着恶狗岭而背的 据说生年属狗 爱狗人 过着恶狗岭 如履平地 一路向前 生年属狗 害狗 杀狗 吃狗人 过着恶狗岭 怕是要魂飞魄散 杨氏三间 那杀狗的屠夫到了此地 恐怕也要尝尝 这被人宰杀 分割的痛苦了 第五战 迷魂殿 到了这里 便到了殷曹地府 封都城 迷魂殿 有迷魂水 过了前方几个关口的灵魂 到达此地 就必须要引着迷魂水 这样才能嘴吐真言 如实禀报杨间种种罪行 等候十殿阎王的审问 第六战 殷曹地府 封都城 过了迷魂殿 下一站便是封都城了 据说城门口有一副对联 上一联 人与鬼 鬼与人 人鬼殊途 下一联 阴与阳 阳与阴 阴阳永阁 没有横批 一块黑扁 封都城三个金漆大字 挂在城中央 封都城城门极其庄严 需要瞻望的行政单位 进入封都城 里面共有两道城门 在二道门和头道门之间 有两盏灯 高高悬空漂浮 却纹丝不动 一盏光亮无比 一盏昏暗黑尘 暗灯走下去 进入了玉雕城的二道门 一进入二道门 便看见了并排排列十座城门 依次排列着一殿至十殿阎王殿 每个殿堂门口都有阴兵把守 阴兵穿着并不是彻底的古装 只是上身穿着的制服是古代的款式 阴曹帝府的阴兵也都是有轮回和替换的 近代不少的亡人也都可以担任阴兵鬼差的 各个店门口都有把守的阴兵 有的认真核对灵魂手里的批票 有的检查灵魂浑头的高矮尺寸 各个都是静然有序的工作 毫不逊色于人间的行政部门 有过之而无不及 并且这里的鬼差都是奉公执法 清如水明如静 到达这里的鬼魂 心中也都知道自己已经死亡 安分的不少 井然排队等候各殿阎王的审判 第七站 十八层地狱 十八层地狱的说法来自佛教 不过经过数千年的发展 早就与我国本土道教信仰和神话体系融为一体了 这也使得我国神话传说中 对于地府的描述更加详细 据说十八层地狱代表的十八种酷刑 阎王审判之后 便后按照生前所犯罪责 让阴兵把生前作恶的鬼魂 带入不同的地狱之中 接受惩罚 至于没罪的 按照生死簿上记载 开始过自己的鬼魂生活 开始守自己的鬼兽 等守完了自己的鬼兽 就开始等待正常的六道轮回 到了这里 可能很多对我国神话故事不了解的人 都没有听过贡养阁的名字 其实在神话体系中 贡养阁就类似咱们阳间的邮局 主要供鬼魂领取阳间活人 给死人烧的纸钱 衣物之类的东西 第九战 鬼戒宝 鬼戒宝里的鬼魂 也有自己的法律法规 有自己的年节假日 阳世活人所冲创的鬼魂 就多数是这鬼戒宝里的鬼魂 只有极少数的 才是冲创到了孤魂野鬼 鬼宝界里的鬼魂 在特定的日子 特定的情况 是都可以返回阳间的 但这些鬼魂 必须严格遵守自己的 道行规范和道行要求 什么时间可以显行 什么时间可以回家 什么时候可以附体 什么时候可以收供养品 这些都是严格规定的 只要不遵守法纪 都是要被拒魂到 十殿阎王爷面前 打入十八层地狱 第十战 奈何桥 据说鬼兽过了的鬼魂 就可以前往奈何桥了 相信关于奈何桥的传说 大家都不陌生 桥上有一个老婆婆 拿着茶水 给过往的鬼魂饮用 这老婆婆便是梦婆 这茶水便是梦婆汤 喝了这汤水 便忘掉了前世的恩怨情仇 世世非非 投胎各处 金银桥的那边 便是六个原道发出 各色光芒 这就是六道轮回 投胎哪道 便要跳进哪个原道 看了这些 大家对地狱 有足够的了解了吗 如果有 补充可以在评论区 分享给大家 这也是一种 行善即得 好了 本期的视频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禅语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